空的理论形式或者空的产说方式经常被后学者学了之后就流于外在的形式 流于一种对日常事物看法的恶趣空 最终演化成了一种虚无主义 而且可以说大部分人都是坠入了这样的误区 在印度大乘佛教的两个宗派里 中官派是比较简单的 而且比较纯粹 即使到后期也比较纯粹 但是瑜伽形派就非常复杂 他在教上是唯实教和佛性如来藏教的一种河流 唯实和佛性如来藏这两种思想在印度是不分家的 但是呢他到中国以后就分家了 所以唯实学的大师在印度 比如弥勒士钦 他们本身也是如来藏思想的大师 如来藏思想前后在瑜伽形派是分两节的 一个是早期如来藏思想 一个是晚期如来藏思想 早期的叫做唯性论 晚期的叫做唯心论 就是早期的佛性如来藏思想呢 叫真常唯性 晚期的呢叫真常唯心 但晚期就不叫佛性如来藏 叫心性如来藏 早期的佛性如来藏思想 它虽然归到了瑜伽形派里 但是呢它是一个没有唯实化的思想 就是没有通过三性改造 所以单独列出来 在中国所传的如来藏思想 都是晚期如来藏思想 就是真常唯心论 也叫无唯一唯实论 就是心性如来藏 但是早期的佛性如来藏 在中国有没有呢 也有 我们在禅宗史 天台宗史里头讲过 有几位挺独特的大师 比如天台湛燃 南洋会中 景山国一 区分很简单 只要提无情有佛性 这个概念的 都是佛性如来藏 无情有佛性的 都是佛性如来藏 佛性嘛 变有情也变无情 所以又叫真常唯性论 我们从这一刻起呢 仔细展开一下 大乘佛教的这两个教派 因为就两个派嘛 先说这个大乘中观派 大乘中观派呢 他起于大乘运动的 起手龙树 就是第二佛陀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龙树菩萨的生平 因为这个资料太多了 龙树菩萨他活得很长 在他漫长的弘法生涯里呢 他留下了大量的著述 但是呢 能确认是他写的东西很少 大概也只有14部 所以 虽然龙树菩萨有千部论主之称 但是呢 我们能确认的 也只有中论诵 十二门论 六十诵如理论 回正论 大乘破有论 大制度论 这几本 在西藏的大藏经中呢 收有龙树署名了 有125部 汉传确认的呢 是有14部 比较有名的 刚才我说了一下 最有名的就是中论诵 这个有专门的老师讲 叫中论诵的书特别的多 就是 凡称中论者 实际上都是此诵本的注释书 即诵 这是龙树的代表作 就是叫中论诵的书挺多的 还有就是十二门论 这两本书是相对比较有名的 从思想史的立场上来看呢 龙树菩萨的论述前后不一 思想不一 自我矛盾的地方很多 我们只能归咎于龙树菩萨 他本身的寿命很长 所以在他自己这漫长的一生中 他也受到了各种思想的影响 因为他先在南印 后经克尚密尔去西北印 他的生活环境也不一样 因此 他的住宿前后思想也发生了变化 其实站在佛教的立场上看 或者站在我们普通人立场 去观察一个思想家来看 这不难理解 为什么 佛教讲究相机说法 方便说法 所以说在龙树思想里体现那种矛盾 很可能是他弘法的时候 针对性不同 针对对象不同 以及方便性不同的 显示出来的差别 就是有不同的方便 对这个事的时候我就要这么说 对那个事我要这么说 但就龙树理论本身来讲 都是无所谓的 因为我们说过嘛 他的理论那个都是明言假例 其实说不说也就是给你个启发 你不必特别追究着龙树先生说过什么 龙树他最基本的思想倾向 也是根本中观派的核心思想倾向 是什么呢 就是对波若经中空说的一种系统产法 波若思想谈空 但是虽然他也从比喻 缘起 为名等等方面来论说 但更多的方面 他是直指直指空 直接谈空 所以修学者如果把握不好 容易坠入偏空 而且这种这个把握不好呢 在这个学龙树的人里头占到90% 所以龙树菩萨他就要对他的这种空观 进行系统的产法 集中反应就在中论颂里头 这个有专门的老师讲 我就不讲了嘛 简单的就总结一下他的结论 中论颂 他是有一个严格的论说关系的 我们就用一下他的话 叫一切法是因缘所生 所以无相 既然无相 所以只能是假名 而假名安利呢 就意味着一切不可得 所谓有无皆不可得 为之中道 那么空的意义就建立在中道之上了 我们简单说一下 他就说一切法都是这个缘起法 因缘合合而成 所以无相 因为都是相待缘起的 既然无相 那你不管怎么说他 实际都是一个假名 就是无意义的 但是为什么要用假名说呢 假名安利呢 既然他是用假名安利的 假名说的这一切 所以这一切既不可得 所以甭管是有也好 无也好 其实都不可得 那都不可得 既是中道 那就是正确的道路 所谓中道就是正确的道路 那么他就是在空的意义上 建立了中道 实际就是我们说 在绝对运动的概念上 建立了中道 龙树强调一切法空是假名 同时正因为空 所以才能安利一切法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一切法 都是因为空才安利的 就一切法都安利在绝对运动之上 已有空 一故 一切法得成 若无空一故 一切则不成 龙树的这个说法 实际后来就是提婆常用的 这个破有法 就是 已有空一故 一切法得成 若无空一故 则一切不成 提婆后来就用了这个方法 就是如果一法不空 那法法不空 如果一法空 那法法空 他的这个概念 后来被提婆用了 但他自己在论空的时候 没有用这个方法 他用的是对法 一切佛法亦然 包括大成果位 无助涅槃 亦在此建立 就是说他把他推之一切法 包括什么 这个大成果 他也都是在这个 一切法空的系统上建立的 因此 龙树他的结论是 一切佛法都是方便 我跟你讲的 也都是方便 没有指向性真理 龙树的意思就是 这个世界 谁也别说自己是真理 谁也别说自己是对的 只要你说 你就是开玩笑 甭管你是凡夫境界的一切 就是你凡夫境界所看到的一切 是因为你颠倒认识的无名所舍 换句话说什么呢 生活也是开玩笑 就是说无论哪位老师跟你宣称 我说的是真理 按龙树的话讲 你就是胡说 然后你要问龙树说 你说的是不是真理 龙树说 我也是胡说 龙树就在方法论上提倡了破而不立 就是只破不立 因为他的力论就是这种方式 即一切说都指在破敌或者破执着 就是说龙树为什么要有这种方式呢 他是有目标的 他是为了破执着破敌 他不是用于建立自己的立场 所以他才用了这种一切法皆不可得 有不可得 无也不可得的方式 换言之 当破除了自己的辩论对象的言说之后 自己的话也得放弃 也无年留 就是我说你不对之后 我自己说 那你说的对吗 我自己得也放弃 白话说就是 对方说什么都错 在指出对方错之后 自己也要放弃自己 自己也是错的 就是实际他这个对错论啊 就有点 就是具有想象空间 不具有推论空间 在中论诵上 他也贯彻了这个立场 所以说龙树破塌 是以空意做武器 同时他主张自己的武器也是空 那这种遮的方法 就是这种破的方法 或者说这种浅的方法 后来又经过提搏 佛护 越称 尤其是到越称 就得以发扬 所以我们中国这个理论家 一般说龙树叫破斜险正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他是破斜了 但他没险正 他就是破斜完了 什么也不险 就是你是破斜 我也是破斜 我什么也不险 吊诡的是呢 虽然龙树这套理论高深莫测 其实他这个理论也不高深莫测 就是我说的 所有的真理都是绝对运动的 包括这条标准也是运动的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高深莫测的 但是他只要缠到这个语言文字 语意里头呢 就显得很高深莫测 其实很一般 但是在宗教实践上呢 龙树他非常接地气 非常正能量 就是理论是空无边际的 但是实践是生活在眼前的 我们说龙树这么纠结吗 其实不是 这正是他的理论 静止就是运动 出世就是入世 这个积极的生活 就是消极的生活 这个 这就是龙树的精神 龙树他作为大菩萨 他发扬了大乘佛教的这种菩萨精神 提倡卑至双欲 自立立他 要积极的入世 只有在世间积极的生活 积累福德资粮 最终才能成佛 你看 他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一切空 大家一直不知道 他在理论上为什么要提一切空 其实他这个一切空 不是说建立自己一切空的理论 而是要通过这个理论 破除其他的理论 说你们那个都是执着 但是他在入世间的时候 却非常的积极 提倡必须在人间积极的生活 积极的行善 积极的寻求智慧 最终才能成佛果 因为在他的理论里 世间就是出世间 世间不空 出世间就不空 对吧 静止就是运动 所有的事情无二无别 空就是不空 不光 不光是世间 出世间也一样 所以 龙树菩萨 他也很重视净土信仰 虽然他有一些理论上 是贬斥了净土 但是他本身很重视理论信仰 他也发愿往生净土 并且称净土为一行道 这点对后世净土思想影响很大 在早期大成的著名弘扬者中 那剩下一个就是他的弟子 提婆菩萨 提婆菩萨的名字 总是和龙树菩萨连在一起的 一般二者并称同为大成中关派的创始者 提婆他也入了圣位 因而称为圣提婆或者圣天 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 又叫独眼提婆 他是龙树的唯一弟子 亲传弟子 唯一一波传人 他呢死于外道 这个小故事我讲过 就是外道跟他辩论 然后呢没论过他 说你不是嘴上剩我吗 那我就刀剩你 你不是说这个刀是空吗 那我就捅你刀 你看看空不空 对吧 但是提婆还是嘴很硬 捅了之后还说是空 就是最终他就被这个外道弟子击杀了 其实这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真实故事 但是历史的事实是 龙树和提婆两位菩萨 他都是为人所害 都是被别人所害 有政治势力 有外道宗教势力 说明什么 说明当时在公元一世纪 大乘运动兴起的时候 大乘佛教没有站稳脚跟 引来了政治势力和宗教势力的反扑 就是他们在五印传播大乘的时候 肯定是没站稳脚跟 没形成很大的势力 但是他们这种弘扬和牺牲精神 就弘扬了大慈大悲的这种牺牲精神 勇猛精进 可以说 这两个人 作为两大创始者 带来了印度大乘佛教的第一个高潮 提婆菩萨的思想呢 也特别值得一提 我们刚才在说龙树的时候提过 龙树菩萨呢 他叫千步论主 但是他的传人提婆菩萨的书呢 很少 公认出于提婆菩萨之手的书 只有三本 最著名的一本叫百论 我们中国有一个三论宗 所谓三论宗 就是百论和龙树的两部著作 中论十二门论 合称三论 这就是中国三论宗的三部论点 提婆 他的破法 延续了龙树的破 但方法论上 比龙树更加鲜明 更加彻底 更加丰锐 就是他的原则和方法都比龙树强 提婆菩萨对空的产法 是建立在龙树菩萨 以元起明空的基础上进行的 刚才我们说过那句 什么意思 一有则一切有 一空则一切空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 佛教理论的基石叫相依元起 一切法也是在相依元起的这种基础上运转的 所以一切法都是相依的 那只要有一个空 既然相依 那肯定都得倒 跟多米诺骨牌一样 既然所有法全部互相依托 那一法空则所有法空 一法有则所有法空 谈空必定是一切法空 这叫什么呢 叫若一法空 于一切法相待于此一法 建立也必空 若一法不空 于一切法相待于此一法建立 也就不空 这个我已经觉得说的非常清楚了 就是一法不空 你就无从谈空 所以呢 那么因缘是不是法呢 这个就是这归结到最终真理了吗 我们说最终你得有一个原则和逻辑吗 既然所有的法都得相待的 都是空的 那么因缘是不是法 因缘也是法呀 那因缘法空不空 因缘法也空 在这个意义上 谈到一切法的时候 因缘和和而起 那意味着因缘法也空 那不仅法相待 那就不仅是果空的问题了 因缘也空 那说明因也空 那就是一切法皆空 因缘空 绝了吧 这个证明 就是说 法空是果空 因缘空是因空 因果皆空 所有东西一切法空 那最后连法空自己 也不在了 也不在了 所以说 提婆菩萨 他不仅在破的上 内容上 一破到底 而且在破的原则上 也极为彻底 这比龙树就前卫一些 因为龙树破的方法 叫二分法 叫相待而破 叫相待破 比如巴不颂 大家读过的话 就有点基础 读过巴不颂就知道 就是专门破两个相待的极端 而得中道 虽然说 这已经可以设 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 就是设一切而破 但毕竟没有明确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 一切法空 就一有未尽 但是提婆 采用三分法 就更加彻底 破有破无 亦破 亦有亦无 你一切法有破了吧 一切法空破了吧 什么叫亦有亦无 因缘法也破了 亦有亦无也破了 等于 所有东西 一切皆破 而且在中论颂中 龙树大多是先假言推理 他毕竟用的还是语言 他用的 就是甭管他是不是明言假例 他也是假言推理 先设一论题 再加一破斥 这什么意思 我先定一个问题 我再用 我说是假言再推理 那你说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只能叫单向破 但提婆这个呢 就叫双刀破 它从两头开始破 两面夹击 最后得出都不成立的结果 既然 一空 一切空 所以提婆菩萨在破斥论敌的时候 强调 只破不立 那这种方法就跟龙树菩萨 是一脉相承的了 从佛家的角度讲 对于根气好 或者根气利的人来说 破而不立 是一种非常锐利的方式 禅宗不立文字的说法 就是受其影响 但是它消极的一面 就是对于根气顿的人 特别不容易把握 而实话实说 大部分人实际是普通人 这事不容易把握 尤其是破而不立 它的目标是什么 它的目标是在于破 而不在于立 很多人把它当作了利的方式 什么意思呢 给了你把刀 让你砍别人 结果没使好 老砍自己 双截棍 本来是打别人的 五不好 经常打到自己的脑袋 所以说 中官派这种 空的理论形式 或者空的产说方式 经常被后学者学了之后 就流于外在的形式 流于一种 对日常事物看法的恶趣空 最终演化成了一种虚无主义 而且可以说 大部分人都是坠入了这样的误区 提波菩萨他建立了这么锐利的破法 并非指意在破 或者意在遮 他的最终目标是有指向的 就是要破除人世的一切执着 就是你做人的时候 一切观念上的执着 而显示真实 什么真实呢 就是我们说的 真理无绝对 谈绝对就错 连谈真理无绝对的真理性都错 这就是所谓绝对真理的运动性 所以提波通过破 就是让你把握相待 不要执着 但是呢 好多人就 坠入了这种恶趣空 有的说起来都非常离谱 当然了 这是我替提波菩萨的总结 具体提波菩萨 他是不是这么想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他应该是这么想的 这就是提波菩萨的破除显真 这一点不同于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就是你破邪 我也破邪 提波菩萨 他确实是要破除显真 他的真就是告你真理的绝对运动性问题 龙树菩萨秉承的般若思想 重在破旨 而提波菩萨他进一步 他比龙树更上一步 他实际的目标是显真 中观派 就是又叫中观学派 这个后来我们也管他叫中观形派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后来管大成的另一个学派 叫瑜伽形派 为了跟他对比 所以后来我们也把中观派称为中观形派 他是依于佛陀的这种般若思想 通过龙树的中论宋做的系统产伐 后来这就形成了大成的第一个宗派 或者大成两大宗派之一 但是大成中观派 他是分前后两期的 龙树提波菩萨 他开创的中观派叫做根本中观派 或者叫早期中观派 在瑜伽形派兴起以后呢 中观派就再次复兴了 因为前面这个师父太好了啊 徒弟经常不成器 龙树提波没传几代 中观实际就试衰了 当瑜伽形派兴起之后呢 他就再次复兴了 再次复兴的中观派呢 叫晚期中观派 又叫织末中观派 就是一个叫根本中观 一个叫织末中观 或者说一个叫早期中观 一个叫晚期中观 这个的代表人物呢 就是佛护轻辩跃称 这一大戏人 主要三个就是佛护轻辩跃称 他们代表的中观派呢 叫织末中观派 晚期中观派呢 分为两个流派 就是晚期中观是有两支的 一支叫中观英成派 一支叫中观自序派 我们后面会讲这两派的理论区别 我们前面先介绍一下 在早期中观派和晚期中观派之间的 这段时间传承不明 比较沉寂 但是呢 没有中断 就是徒弟们虽然都不争气 但是把师父的东西都传下来了 与瑜伽形派兴起以后呢 可以说借着大乘思想崇光之际 中观派也就就复兴了 在世亲时代的时候呢 有一个弟子叫僧护 他呢 是学的般若中观学 算是接了龙树提婆的学脉 他自己呢 主要弘扬的是 还是中论诵和百论诵 就是龙树的中论诵和提婆的百论诵 他虽然很一般 但是他就继承了这个学脉嘛 但他的弟子就不得了 就是后来的佛学大师 佛护轻辩解脱君 正是他的弟子带来了 中观派晚期的复兴局面 以及他的弟子 都是他的弟子 开创了 晚期中观派的两大分支 即英成派和自序派 僧护的弟子佛护 你看他这个师父叫僧弟子叫佛 曾经做中论诵 就是我们说中论诵有很多啊 就是他也做的叫中论诵的诗论 诗论啊 中论诵的诗论 然后呢 被认为是中观英成派的开创者 就是佛护是中观英成派的开创者 僧护的另一个徒弟 清辩 也做中论诵的诗论 也是诗论 也是这本中论 是中观自序派的开创者 中观英成派 又称随英破派 闺谬论证派 这一派就是我们说的 他延续了龙树的模式 在破竹论敌的时候 不立自己的主张 就是只破不立 而是在对方的理论中寻找矛盾 通过对方自己的理论 自相矛盾而不能成立 所以他叫应成派 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理论应成一个过失 应该成为错误 应该成为一个过失 所以叫中观英成 就是止破不立 你应该你就是错的 叫破邪 不显正 实际上现在藏传佛教 大部分都属于中观英成派 就是应该成立一个错误的意思 中观自序派 又称自立量派 是由轻便利的 自立论证中观派 该派在破除论敌的时候 他不是止破不立了 他叫立论而破 就是建立自己的论事 然后通过论事 来破对方的这个论说 所谓一字一立宗 破邪去职 自序派最大的代表 就是轻便 就是创始人 而英成派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僧便的弟子佛护 是中观英成派的开创者 但是佛护是开创者 并不是英成派的代表者 他不像自序派 自序派的开创者就是轻便 代表者也是轻便 但是呢 英成派的开创者是佛护 他的代表人却不是佛护 他的代表人叫月称 月称呢 他也做中论诵的诗论 就是大家都做这中论诵的诗论 这书据说有一百多本 一百多本中论诵的诗论 月称的中论诗诗论一出 其他诗论尽费就全部完蛋 就是最后就是他的 而且后来月称也是作为 就是中观派和瑜伽形派 对抗的主将出现的 在清变以后 和瑜伽形派进行了空有之争 这是中观派集圣时期 在晚期中观的时候 和瑜伽形派有三次大辩论 叫三次空有之争 这三次空有之争 代表着两个学派都到达了集圣 但是集圣之后就是转衰 中观自叙派与中观英成派 这种说法就是我们现在说很普通 但实际上在清变佛护 跃称活动的时代 中观派并没有这么区分 也没有这种名字 这二者的区分 或者二者思想编辑的建立 是很晚的时候才出现的 大概在他们之后 一两百年以后才出现 二者之名 以及思想和叛教意义上的进一步切割 它是发生在中观英成派 在西藏流行以后 说实话是我们中国给他们判的 就是藏传给他们判的 一个叫英成 一个叫自叙 他们自己没有判 虽然中观派有英成派 与自叙派的分流 但是呢 毕竟他们的中心都是一致的 就是以破为中心 只是方法是什么 就是哪个方法更方便 就是你要不然就是直接破 要不然理论破 但是呢 因为中观派晚期的时候 他们在崛起自己理论同时 他们还要与瑜伽形派做对抗 同时还要与新兴的密教做合流 所以呢 中观派自越称之后 很快就衰落了 而且这一次中观派的复兴 就是晚期中观的复兴 和早期中观完全 不叫完全不一样 其实大部分不一样 他的名字虽然叫中观 也以主破为中心 但是呢 他已经吸收了密教的 和瑜伽形教的思想 不是像早期中观 就金刚经那个时代 就那么纯粹 因为这三位大师 比如佛护 清遍 悦称 他们本身还都是密教大师 其实随着密教的兴起 不仅是中观派 瑜伽形派 他也后来走上了 显密河流的道路 但是纯粹的中观派 有没有传下来的呢 有 有一只 就是晚期中观衰变的时候 有一只试图保持自己特色的一只 就是中观英成派的 季天和阿底侠 我一说这两个人 大家就知道了 这两个人 我们在藏上佛教师里都讲过 所以阿底侠把这种纯粹中观派传到了西藏 然后通过藏传格鲁派 这个教理一直到今天免言不绝 但不幸的是呢 在印度本土的中观派 是跟印度的土著宗教相结合 走上了显密河流 就是结合了印度的土著宗教 但是呢 这个纯粹中观传到西藏之后呢 结合了藏传的本教秘术 也走上了显密河流 但是 телефон 闭技ags 我们下一期bels 一些有召变啊 所以托手